我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这边的要求就是 您的导盲犬正常佩戴嘴套 就可以正常的乘坐武汉地铁 那工作中的导盲犬 当您在这个没有戴的时候 那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是一位视力障碍者 那是全盲 然后我是导盲犬的使用者 然后按照我们公开可查询到的规定 就是有标志标示的导盲犬 出示这种工作证 是可以进入武汉地铁的 值班账长说他们是内部的规定 这个就是我要求说 你出示我拍照我记录 然后他拒绝提供 他们说内部的规定是这样要求的 19年就是到现在 我N多次乘坐过武汉地铁 都没有要求过导盲犬 配戴这一套 然后从去年的12月 2020年12月开始 他有人要求说 这个导盲犬必须配戴这一套 我之前的遭遇是不一样的 包括我乘坐其他城市的 轨道交通都没有类似的规定 我卖了一段时间 根据武汉市轨道交通进行乘客携带物品目录上 携带导盲犬进站的乘客必须出示真实有效的成纪元证件 导盲犬的话需具有公安部门发放的犬证 并佩戴防护罩更可静在乘车 因为您反映了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这边没有相关的经纪 这边需要速化顾问进一步合适之后回复您 请再订阅我们下期再见